沙利文27日抵达北京与王毅在北京市郊燕西湖举行会晤 沙利文称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时 明确表示将致力于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 白宫高级官员早前在吹风会上透露 沙利文此次访华希望将中美两军对话扩大到战区指挥部层面 防止台海等地区发生冲突 美方还希望中国采取更多行动 防止开发可制成芬泰尼的化学品 并推进中美就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达成共识 另外沙利文可能会敦促中方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 虽然沙利文此次访华需要商讨的议题很多 但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可能很少 美联社称沙利文此行目的有限 预计也不会宣布重大成果 虽然沙利文的访问可能为拜登在明年1月卸任前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最后一次峰会奠定基础 这包括拜登可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可能是中美元首11月在秘鲁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会晤 纽约时报指出 尽管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但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 仍然在试图加强对华战略 沙利文与王毅的第五次会谈 旨在表明中美能够处理好分歧 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利斯 预计将会采取类似的对华策略 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及他的顾问 认为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时 拜登政府的政策过于软弱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